身心障礙舞者及舞伴的动感演出 为国际佛人社3482地区台北永安佛人社 所举办的轮转爱心 夫人全国生长舞蹈才艺大展热情揭开序幕 这项活动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 包含听长、视长、小儿麻痹等 200多位身心障礙朋友参与 展现长期练习的成果 我们今天有听长、视长还有小儿麻痹 职业损伤还有罕见疾病、唐宝宝 跟喜悍儿一起加入我们今天的演出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朝正向的发展 明年、后年也许我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朝小巨蛋 甚至以后可以有更大的国际舞台来发挥 透过活动安排 让身心障礙朋友能有展现自信的舞台 除了增进肢体运动与伸展 也在每一次的练习及演出过程中 呈现最优美的肢体线条 2028年身障奥运也会将轮椅舞蹈 纳入比赛项目成为身障者更大目标 在不同领域持续发光发热 我们2028年的这个残障奥运 也会加上这个轮椅的一个表演 我想真的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身障朋友 在不同的领域能够发光发热 那到这个国际舞台上面 来宣扬这个大家的这个运动的美 场外把握时间做最后练习 三岁就罹患小儿麻痹 单脚严重萎缩的王彩炎 学习轮椅舞蹈后爱上这项运动 学舞让她持续保持肢体延展 借着大小公开活动建立自信保持健康 自从我学了轮椅舞以后 我是觉得说我变得更有自信了 对我就像是一只长了翅膀的精灵一样 对可以随处的这样子想要飞到哪里 就随着轮椅就这样子偏偏的飞舞起来了 不同帐别的身心障碍团体陆续上台演出 不分男女老少充满自信与活力的舞蹈 让场边亲友及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而这场活动也让大家看见身障朋友的练习成果 舞出自信光芒 记者是米伦 台北报导